9月9日张子怡亮相多伦多电影节开幕片《好勇气交龙》红毯 只见张子怡身着长群礼服大方秀一辈 一同步入红毯的是美国导演布莱恩德·帕尔玛和扎德导演马哈曼特·萨雷哈龙 三个人组成竞赛单元评委铁三角阵容 此次多伦多电影节张子怡成为了电影节首位华人女性评委 从2000年第25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沃普藏龙 到2012年第37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危险关系 张子怡可谓与多伦多电影节渊源颇深 屡色态上红毯 按照国际电影节过去选评委的风格 相对于导演演员数量明显更少 如果某位演员要成为评委 除了要在本国电影行业有一定分量 同时也有一定国际知名度 看来国际章这个称号可不只是说说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